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食的实际指南 在这一讲一开始啊 我们就说到了每一个有责任感的基督徒啊 都应该定期的培养个人的祷告生活 那这一讲一开始在上一讲的后半部分开始的 其实进食和祷告一样是需要定期的培养的 这些都是基督徒属灵节制的一部分了 卫里公会运动的早期就十分强调定时的进食 约翰·魏斯里他本人呢 也把进食作为个人自律的一部分的 他教导说 早期教会把每周的星期三和星期五定做是进食日 他就敦促当时所有的为理公会的信徒 也要这样去做的 那实际上他没有案例过任何一个 不在每星期三星期五进食到下午四点钟的人 成为为理公会的牧师的 那当然了 无论对祷告还是进食来说 我们都需要防止受到任何形式的 律法主义或者没守成规的一些捆绑 在加勒太书的第五章十八节当中 保罗这么说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 就不在律法以下 好了 那对于被圣灵引导的基督徒来说呢 祷告或者进食 都不应该成为一种 加在摩西律法之下 以色列人身上的固定的律法的要求了 因此基督徒完全可以根据环境的要求 或者圣灵的指引 在任何时候自由的改变 祷告与进食的形式 他也不应该由此而产生犯罪感 或者自责 我还记得在这个大主题的第七讲当中啊 我们看到了 耶稣在登山保训里头 他所用的说到进食的时候 所用的那些语言啊 和说到祷告的时候的语言是一致的 他在指导个人祷告的时候说 你那注意了 你是丹素 你祷告的时候 那么他在指导 集体祷告的时候说 你们 那你们这是一个多数了 负数了 你们祷告的时候 那同样的 他在指导个人和集体 进食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 你进食的时候 那是针对个人的 你们进食的时候 那是用于集体聚会的时候了 基督徒一般都很熟悉 小组聚在一起公开的祷告 在多数教会 祷告会已经成为每周的惯例了 圣经对聚在一起公开的进食 也有同样的强调的 记得在这个主题的 这个大主题的第八第九讲当中啊 我们曾经详细的查看了 旧约当中的一系列的例子 那都是神每次呼召他的儿女们 聚集在一起 集体公开进食的例子了 在第七讲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 新约时代的早期教会 也在整个会中当中 进行集体的进食 并且教会的领袖 还要与身作折的 有时候人们会反对说了 耶稣曾经警告他的门徒啊 不要公开的进食啊 他们会引用 马太福音的经文 在马太福音第六章 十七到十八节经文说 你进食的时候 要梳头洗脸 不要叫人看出你进食来 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 你负责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我们其实已经指出过啊 耶稣在这里说话 用的是单数的形式 是针对个人而说的 这是符合常理的 作为个备信徒 自己进食 就没有必要 把他公开化了嘛 然而 在这之前的经文当中呢 耶稣用复数形式 论到集体进食 那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 十六节了 那经文这么说 你们进食的时候 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 脸上带着愁容 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 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注意没有 在这节经文当中啊 耶稣警告我们不要炫耀卖弄 但是他并没有要求进行秘密的进食哦 这也是符合常理的 因为除非有公开通知和安排的话 否则人们呢 怎么会聚在一起的进食呢 那这就排除了集体进食的秘密性了 你既然要集体就要通知 通知就会公开嘛 毫无疑问呢 基督徒只能秘密进食的理论呢 他的背后一定是有魔鬼的操纵的 他剥夺了神的整个军备当中最有力的武器 那就是集体公开进食 那些反对公开进食的人呢 通常总是强调谦卑 啊 谦卑是非常需要的 但是在这种场合底下呢 所谓的谦卑其实是对不信 或者不顺服的一种文雅的宗教代名词了 在确立了这些适用于祷告和进食的基本原则之后呢 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特别来讨论一下进食 多年以来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 我已经得到一些实用的指导原则了 这些指导原则就是为了使进食产生最大的效用 在这里我只是概括的将他们提出来 为了方便起见呢 我们先来讲讲个人进食 然后再来讲集体进食 那个人祷告的指导原则是有八点的 第一点 以明确的信心进入进食 神要求每一个寻求他的人 都要有这种信心 在西伯来书的十一章第六节 经文说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那如果你决心因为进食 来不懈的寻求神 那么你就有圣经所说的权利 期盼神赏赐你了 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十八节那儿的 耶稣对那些出于正确的动机 进行进食的信徒 也做了同样的应许 他说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那这是主的应许 好 接着下来第二点 要记住罗马书的第一章 十七节的经文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所以你进食要以信心作为基础 要相信是神的道 吩咐我们把进食作为基督徒正常的自律的一部分 我希望接着下来还有三讲的节目时间呢 能够帮助你得到最方便的信心的 好 第二点讲完了 第三点 不要等到有什么紧急情况迫使你进食 最好在你灵里向上的时候 而不是向下的时候 开始进食 神的国进取的法则就是 利上加利 这是诗篇 八十四篇第七节的经文 利上加利 还有就是 本于信 以至于信 这是罗马书的第一章十七节的经文 还有荣上加荣 这是格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的经文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 起初不要将进食的时间定得太长了 如果你是第一次进行进食的话 可以先进食一或者两顿饭时间 然后再逐步的延长进食的时间 那比如一天或者是两天呢 最好在开始的时候啊 你先定一个短时间为进食的目标 并且达到这个目标吧 如果你在起初就能够把进食的时间定得很长的话 假使你做不到啦 哎呀 你就会变得灰心泄气咯 或者干脆就放弃了进食咯 这是第四点 第五 你进食的时间 要多花时间学习圣经 如果可能的话 你应该在每次祷告前读一段经文 诗篇会有很特殊的帮助的 你可以大声的朗读 并且使自己与诗篇当中的祷告赞美和忏悔 一起来认同 在第五点 第六点 在进食的时候 置顶一些具体的目标 那这样呢 通常会对你有所帮助的 你可以写一个目标清单 要将目标清单保存好 并且过一段时间呢 就查看一下清单 当你看清单上有多少目标已经达到了 你的信心也就会不断的增强了 在第六点 第七 要避免那种宗教式的卖弄和自夸 除了特殊时间的祷告 或者其他属灵的活动以外 你在进食的时候的生活与行为啊 都应该尽可能的保持正常 不要故弄玄虚 那这就是耶稣的马太福音的第六章 十六到十八节对我们警告的实质了 要记住了 夸口和信心的法则是不相容的 就正如罗马书三章二十七节说的 既是这样 哪里能夸口呢 没有可夸的了 用何法没有的呢 是用立功之法吗 不是乃用信主之法 那要知道啊 见识不会使你从神那儿得到任何的奖章的 这是你作为一名尾身的基督徒 应尽的义务啊 你要铭记住 耶稣在路加福音的十七章 第十节当中 对我们的忠告啊 经文这么说 这样 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 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所做的本事我们应当做的 好 这是第七点 第八点 每次进食的时候都要注意检查你的动机 花点时间再读一篇以色亚书的五十八章 一到十二节 那注意啊 注意那些神不悦纳的动机与态度 然后就研究神所悦纳的动机和目标 并且将你的动机和目标和研究所得的神所悦纳的保持一致吧 如果使用的小心得当的话 进食对人的身体是大有益处的 如果你希望让身体从进食当中得益处的话 我就希望你注意以下的几点了 第一 要记住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所说的 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电 那如果你合理照料你的身体 努力让它成为圣灵的电与健康的电 那么这是神所悦纳的 当你合理的进行进食的时候 那么根据以色亚书的五十八章第八节 由此所带来的具体的益处之一呢 那就是你身体的健康 第二 注意第二 如果你正在接受药物治疗 正在接受药物治疗 或者得了某一种萎缩性的疾病 比如说糖尿病 或者结合病 在你进行任何一至两顿饭以上的进食之前呢 都应当首先要听取医生给你的意见 这是第二点 第三 在进食的初期 你的身体可能会出现不舒服的症状 比如说有点头昏啊 头痛啊 或者有点感到恶心了 通常这些症状表示你的进食早就应该进行了 你的身体的各个部位都需要进食对身体进行进化了 不要让身体上的不适应症状把你吓住了 按照以西结书的第四章第三节所说的 你要面对了 并且按计划进食到底 经过了第一第二天以后 这些不适应身体的反应啊 通常就会消失的 在第三点 第四 第四 那要知道 饥饿部分呢 是出于习惯的 在进食的初期 饥饿感会在平常吃饭的时候就出现了 如果坚持下来了 饥饿感就会在你不吃任何东西的情况底下 就自行消退了 有时候啊 你可以以水带食物缓冲一下你对胃的不适应的 好 这是第四 第五 要注意便秘的问题 便秘 注意了 在进食的前后啊 应该要吃一些在这方面有帮助的食物 比如说水果啦 果汁啦 一些干的乌花果啊 一些很容易消化的食物等等的 在第五点 第六 在进食期间 有的人只喝水 有的人会喝各种的流汁 比如说果汁啊 肉汤啊 或者牛奶 这些都是可以的 但是注意啊 不应该喝那些具有强烈刺激的饮料 比如说浓茶啦 咖啡呀 不要受别人的理论的捆绑了 要制定一个最适合你个人的进食的方式 在第六点 第七 进食期间不吃固体食物 也不喝流汁东西的时候啊 都是符合圣经的 但是 禁止流汁 要注意 不要超过72个小时哦 根据以色帖记的第四章十六节 那这是以色帖和他的宫女们所定的一条界线 超过72个小时不喝流汁啊 不禁流汁啊 会对人的身体产生有坏的影响的 那不过根据生命记的第九章九到十八节呢 摩西两次经了四十天不吃不喝 但是当时的摩西是在神的进前 那是处于一种超自然的层面的 除非你也是同样的处在一种超自然的层面 否则的话 你千万不要尝试摩西的这种经历啊 在第七点 第八 要逐渐的停止进食 停止进食的起初啊 应该吃一些比较清淡和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 进食的时间越长 停止进食的时间呢 也应该要长一点时间注意了 在这个时候你需要锻炼良好的自我控制的能力哦 进食之后 吃的过多 那么就会产生身体严重的不适应 并且会抵消 由于进食给身体带来的益处的 这是第八 第九 任何超过两天时间的进食啊 都会使你的肠胃啊 有点收缩的一些功能的 所以不要再一次的将你的胃给撑大了 如果你倾向于吃得过饱的话 那要注意 不要又恢复这种习惯咯 如果你能够控制自己少吃一点的话 你的胃就会自动的做出调节了 好了 对于集体进食来说 以上所有针对个人进食的指导原则 一般来说 都是可以适用的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 以下的集体进食有关的几个特别的原则 这是跟集体进食有关的比较特别的原则 第一 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十九节那 耶稣强调了信徒们在一起 同心合意的 祷告 所释放出来的特别能力 那为了这些呢 所有参加集体进食的人 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 都要尽力着彼此保持协调一致 这是第一 第二 参与集体祷告的人应当做出尾身 在进食期间呢 为彼此带导 这是第二 第三 应当选定一个聚会点 使参加集体进食的人 都能在互相同意的时间里头 聚集在一起 好了 在即将结束这一讲的时候 我就想用我个人对神信使的见证 作为结尾 跟你分享一下 在过去的一段年日里头 我曾经多次将自己尾身于特殊的祷告与进食的 那其中我还为祷告制定了一个具体的目标 并且做了一些记录 那至今呢 我仍然保存着这些记录的 当我现在回顾这些记录的时候呢 我就时常感觉到 哎呀 真是非常的奇妙 神是怎么样的多次的 以多种的途径应允了我的祷告 有的时候啊 我所记录的 为具体祈求做祷告的日期 和神应允这些祷告的日期啊 之间的距离 是相差很长的 然而更多的情况就是 我记录了祷告的祈求之后 又把它给忘记了 当我回过来看我的记录的时候啊 却发现神并没有忘记哦 神以他的方式 在他所定的时间里头 甚至应允了我 早就已经忘记了的祈求 在我预备这篇奖章的时候 我手头上正好有一个记录 那记下了 我在许多年前做的一次特别近视祷告 根据我的记录 这一段的近视祷告的时间 是从7月24号开始的 并且一直持续到8月16号 历时24天呢 那有意思的就是 对这一次的特别近视祷告 我像往常一样的 将祷告的目标 就写成了一个很完整的清单 一条一条的都列出来了 一张很完整的清单 那次我所祈求的事情 对于我来说 是那么的亲密神圣啊 以至于我只想让神和我自己知道这个清单的内容 现在原谅我 我是想保留这个清单的私隐的 我就把这一特殊的清单呢 分成了五个主要的部分 第一就是自己的属灵的需要 这是第一点 在清单里的第一点 第二点 那就是家庭的需要 第三点 教会的需要 第四点 国家的需要 第五点 世界的需要 那次祷告的很多事情呢 都是属于我个人的 其他一些我没有说的 刚才我讲了 请你不要介意 为了我的私营 我暂时不能告诉你啊 我认为完全是可以 把这讲出来的 我就能够告诉你了 以上的 那当我查看了 我为家庭做的每一种祈求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每一个祈求 都明确的得到了应许啊 这部分最后一个祈求 是关于我的一位亲人 得救恩的事 这件事大概是 过了好多年以后啊 才得以成就的 我几乎啊 天天为了祷告 坚持了几年了 但是神按照他的时间 成就了 我的那位亲人 终于相信了耶稣了 在我为自己的事情 所祈求的当中啊 有像是操练了一些 特别的属灵恩赐的 那当时我还不太了解 我所寻求的恩赐的本质是什么 今天我可以对你说了 所有这些恩赐 都时常在我的侍奉当中 能够彰显出来啊 让我得到帮助 得到力量的 至于我为教会和世界 所做的祈求呢 圣灵的普世 浇灌在很大程度上啊 成就了这些祈求的应验 这种浇灌至今 还在不断的发生 然而如果神的子民 在更大的范围里头 用近时祷告 恳切的寻求神 那么我相信 我们会看到圣灵 在整个世界上 大大的运行 就像历史曾经记载那样了 那是实际上呢 我们就要看见 哈巴古书第二章 十四节当中的预言 得以应验的情况了 经文这么记载说的 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 要充满遍地 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 当我默想这些 我个人对神的大能 与信誓的经历的时候 我的脑海里头 同时也荡起了保罗的话 保罗在以弗所书的 第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他说 神能照着运行 在我们心里的大能 匆匆足足地 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但愿他在教会中 并在基督耶稣里 得着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 阿们 好了 以近时祷告 塑造历史 这个大主题的第十一讲 讲到这儿就讲完了 那接着下来 剩下时间不多 我们也开个头吧 把十二讲开个头 十二讲的题目是 以近时打下根基 那首先我们看一个见证 这个见证是 出自美国的 清教徒前辈移民之一的 一位名叫威廉布雷德福 所著作的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 《关于普利茅斯种植园》 那么在一般人的脑海里头啊 总有一个很模糊的印象 一位好像这些清教徒的移民呢 都是一批白发苍苍 留着长胡须的 身上穿着很深色的 牧师制服的男性老年人 其实啊 当年到美洲的清教徒移民呢 他们大部分都是年轻的 一些男男女女 年轻人 就比如说威廉布雷德福 他在被选为殖民地总督的时候啊 才三十一岁啊 你看多年轻啊 那么其他大多数的清教徒啊 也大约在这个年纪 或者比他更年轻一些 在普利茅斯港啊 有一艘复制的五月花 五月花号的船 停在那儿的 那甲板上啊 就有布雷德福和他同伴的蜡像 那这是一个纪念了 今天还是个纪念了 当我研究布雷德福自己对发现 普利茅斯殖民地 以及早期斗争所做的原始记录的时候呢 在我邻里就逐渐对布雷德福 以及他的清教徒移民同伴们呢 就产生一种很强烈的亲切感 我就发现他们的整个生活的方式 都是建立在系统的学习和应用圣经的基础上的 那这不简单啊 这种系统的学习所带给他们的结局和信念呢 跟我们自己的经验是完全一致的 那因此我就感觉到 我完全有理由来引用布雷德福在他书当中和我们现在讨论的主题啊 有关的文字了 那好了 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就暂时把这个十二讲 这个开头啊 就停在这儿 那么主要内容啊 下一讲我们的重点来讲一讲了 最后还是提醒你 如果你想得到我为了准备的那本小册子 就是圣经自修课程的话 千万别客气 欢迎来信向我夜光明索取 好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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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